那么第二个层面 它就从这个历史的层面来做了一个分析 从历史的层面来分析 这就直接驳斥这个白恩斯坦的 为什么说这个社会主义 除了这个逻辑分析以外 它就做了一个历史的分析 就是说明了资本主义 从这个资本主义社会 为什么不能通过改良的方式 过渡到这个社会主义社会 就是认证了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 这样一个必然性和必要性 罗沙卢森堡就分析 他说这个资本主义社会 有两个根本的特征 他说第一个特征 他说资本主义是一种雇佣关系 资本主义它是雇佣关系 这个雇佣关系 资本主义的在一个雇佣关系 它不是以法律为根据的 而是以经济为根据的 雇佣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 是一个经济关系 而不是一个政治的法律关系 那么法律关系和经济关系 对人们选择历史进步的方式 起作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法律的关系可以通过合法的改良来完成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制度民主制度什么 它是一个合法改良的问题 我们大家商量合法改良的问题 但是经济关系是什么 是社会形态的基础 任何社会 它的经济形态 是这个社会的一个最基础的东西 所以它是标志社会发展质变的东西 发展质变的东西 那么无产阶级革命 反对资本主义革命 它要完成的是什么 作为你一个社会主义产生 你真正作为一个社会形态能够建立 它的基础是什么 要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 那么能不能从雇佣资本 雇佣的资本主义关系的这种经济形态 发展到新的社会形态 新的经济形态 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作为经济形态 作为一个社会形态的基础的东西 它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来完成 所以卢森宝根据这样一个理解 就强调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是经济关系 它是从经济发展的必然性来认证 人类历史规律 在人类历史规律上认证 社会主义不可能通过合法改良 产生出来 而必须通过社会革命而实现 通过社会革命而实现 所以当然他在强调社会革命的同时 他并不否认合法改良的历史意义 他认为了他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制 对于功能阶级来说 也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 因为他毕竟可以改善 这个功能的这样一个条件 他可以什么 使无产阶级革命 在这个阶段进行一种量的积累 进行一种量的积累 但是他不能最后完成这样一个革命 他认为真正的要完成革命 还必须要通过这样一个 就是完成这样一个 从资本主义到无产阶级的 这样一个转变 还必须要通过这个无产阶级革命 所以他就实际上在这个地方 通过这个历史认证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它的本质是一个 雇佣的经济关系 它是如何不能实现的 如何不能通过改良来完成的 改良是一个制度的变革问题 而不是一个经济革命的问题 所以他把这两个东西 把它区分开来了 区分开来了 来驳斥到这个百恩斯坦的这个观点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一个问题 它的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认证 一个认证 那么我们刚才也讲了 他对这个社会革命和社会改良功能的 这样一个分析 也适合他对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的 这样一个探讨 适合他对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的探讨 那么在社会主义民主 这个观上面呢 它是建立在两个基本观点上的 就是他的社会主义民主观呢 他提出这个观点 是建立在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 两个观点理解上的 什么叫社会主义 他说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话 以社会主义形态和资本主义形态 之所以不同 它一定有它的本质特征 本质特征 这个和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一个路径的问题 那么首先你要把它的这个本质啊 要确定起来 你才能知道 我通过什么样的路径的来实现它 那么他认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和人民群众的意志是统一的 他说这个社会主义的目的和人民群众的意志是统一的 这个是什么 也就是说你社会主义应该是人民群众意志的一种表达 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终极目标 他说不能够把社会主义啊 理解为一个夺取无产阶级政权的活动 以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是一个目标 他说这个不是目标 就是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只是一种手段 是一种手段 它这个手段是什么 是人民群众实现自己意志的一个环节和必要的条件 就是说我是人民群众问 以什么方式 他既然在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内 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国家当中 我不能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 我不能表达 不能达到我自己表达我自己的意志 那么我就要找到一种新的社会制度 所以这个我要实现的 我要通过这个社会制度 那么我怎么去进行社会制度的变革呢 那就只有通过革命 所以通过革命 所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 可以说直视人民群众实现自己意志的一个环节和必要的手段 但是它绝对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本身 而是什么 而是一种仅仅是一个手段 那么无产阶级 既然无产阶级的目的是要表达 是要和人民群众的一致是一致的 那么无产阶级的运动 既是人民群众表达自己的意志的过程 也是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不单提高这个觉悟的这样一个过程 他说这样一个过程啊 它不可能是俗成的 它不可能是俗成的 像俗成法 我通过革命一千 我只要把这个政权夺到了 然后人民群众的意愿都可以实现了 它也不可能以什么 你夺取了政权为标志 好像你夺取了政权人民意志就得到保障 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漫长的历史过程 那么从群众本身来说呢 它是一个什么 把日常斗争和社会变革的斗争辩证结合起来 不断的培养和锻炼意志 自己意志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他说在这个里面啊 在这个无产阶级表达自己的意志 实现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过程当中呢 要有一个什么 日常生活的这样一个斗争 他把这个日常生活的斗争呢 就是和这个自罚性的这样一个发展啊 它是联系在一起的 他说的自罚性不是说完全放任自由 而是讲着这个日常斗争的这样一个问题 日常斗争 所以后来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 你们看到啊 就说为什么说把他这个卢卡奇啊 作为最早的这个西方马克思 就是说在广义上 他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创始人 这个包括这个科尔斯 就是说他说我们的这个传统啊 是从这个卢森堡和这个 卢森堡和这个里面啊 这个发展起来的 那么他在讲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 实际上什么 就是他们都强调这个日常斗争的这样一个问题 包括卢卡奇讲这个阶级意识的时候 他也要谈到这个日常斗争 这个日常生活的这样一个 对自己的这样 对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这样一个意义 那么这个地方呢 他就强调了 他说这个卢森堡啊 就是说这个强调这个日常斗争呢 实际上就是强调这个日常斗争呢 他要和社会变革啊 把他辩证的结合起来 来培养这个和锻炼自己的 这个功能本身的这样一个意志 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包括什么呢 就是包括这个不断克服功能运动当中的 机会主义和主观主义 而实现社会自主的变革问题 因为你这个自发的斗争啊 他不可避免的 不可避免的要形成什么呢 会有这个机会主义 会导致这个庸俗 这个把这个政治斗争啊 降低为一种经济斗争 单纯的这个经济目标 他的这个目标啊 很浅啊 很浅 就是说他不能提升到一个 功能的这样一个政治权利 以及这个社会制度的 这样一个完善和发展的问题 他常常不是这样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他有一个不断地克服 机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 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他要求把这个日常斗争 和社会变革 把它结合起来 他说这两个方面呢 应该构成 无产阶级 历史运动的一个现实内容 所以也就是说 你在这个制度变革的当中啊 他可以包含这个无产阶级 作为这个夺取政权革命的 这个宏观革命的 这样一个成果 他的一个 一个无产阶级的 这样一个目标 如果你取消这个目标的话 那你这个功能运动呢 也就伤识了自己的 这样一个 就是社会主义的 这样一个性质 社会主义的性质 所以这是他讲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啊 所以他强调这个社会主义的目的呢 应该是和人民群众的 这样一个意志啊 是一致的 而且这样一个意志啊 它是一个不断的 这样一个 一个缓慢的 一个渐进的 这样一个过程 它包括这个功能的 在心理上的 这样一个训练 心理上和思想观念上的 一个训练 我一开始我不熟悉这个过程 我不实行这 比方说民主选举 我不熟悉这种形式 但是我逐渐的 我就训练自己 我就熟悉了这种形式 我熟悉怎么去 运用自己的权力 熟悉我是怎么去 尽这个义务啊 对这个国家的制度 怎么尽义务 怎么去当一个公民 所以他说 应该有这样一个过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就认为 由社会主义的目的 所决定 任何无产阶级的政党 都不过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工具 而不是目的 而不是目的 他说 只有人民群众意志的实现 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目的 所以他说 任何以人民群众的 觉悟不高为由 而主张集中 而把这个政党变成目的的做法 都是和社会主义的目的相悖的 其结果都是危害 社会主义的事业的 所以他说 这个政党啊 你也是实现 这个群众意志的 这样一个工具 你不能把自己变成了目的 把群众变成了这样一个工具 把群众变成了 你政党实现目的的 这样一个工具 所以他说 这个社会主义 那你这一个 如果把政党变成工具 那你这个无产阶级政党 和资产阶级政党 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就没什么区别 而无产阶级政党的 它的一个很大的 和其他政党的一个 根本的区别呢 就是你不是一个这个 不是一个这个目的 而是一种工具 这就是他对这个政党的说明 所以他在反对 把这个看着说 政党就是一切 反对这个 讲这个政党就是一切 那么开挂起来的 就说 卢森堡的这两个基本观点 基本观点 就是强调 人民群众的意志 把人民群众意志的实现 当做社会主义的目的 和无产阶级运动的 全部基础 全部基础 那么在这个 卢森堡看来 就说他强调 社会主义民主 他说这个是应该 既然这个社会主义的 民主制度 社会主义 它的目的是 人民群众意志的实现 那么呢 社会主义的民主 它应该是 有两个因素构成的 他认为 它应该有两个因素构成 一个呢 是人民群众的参与 一个是人民群众的参与 他说这是 社会主义民主 不同于资本主义 民主本质的区别 也是社会主义民主 富有创造力的源泉 富有创造力的源泉 他说如果说 一个这个 社会主义啊 你社会主义国家 如果没有这个 人民群众的参与 它不能参与到你 整个社会的管理当中 去表达自己的意志的话 那么你这个社会主义 就会失去它的动力 你就会 持续你的拥护者 持续你的拥护者 如果说你的社会主义 是广大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又参与不到 你的管理机构里面去 它对你的决策 不能产生 这个任何的影响 那么你就是 你这个社会主义 就是死气 死气沉沉的 就是一潭死水 就没有任何的 这样一个活力 就不是人民群众的 一个朝气蓬勃的生活 不是人民群众的朝气蓬勃的生活 而是一堆 它叫什么 一堆死官僚的 一个机器的这样一个运作 所以它说 这个是和这个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完全相悖的 这是一个 就是讲这个人民群众的参与 那么另外一个要素呢 它强调了 要有健康的公共生活 要有健康的公共生活 罗沙卢森堡所说的 健康的公共生活呢 就是保证人民群众 自由权利的公共机构 就是你要有保证啊 人民群众自由权利的这样一个公共机构 就是保持它能够参与 包括这个离线议会 选举权 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的权利 他认为啊 这个为什么他强调的 在这个选举权上啊 他是不同意这个代议制的 他说这个代议制啊 你怎么 他怎么 你这个代表 你怎么能代表他的意愿呢 当我去投票的时候 这个你选出这个代议制以后 这个代表投谁的票 你这个群众你能管得了吗 是吧 你是不是每一个投票下去 你都能代表我的这个意愿 这个人民群众的意愿呢 它是不能代表的 不能代表 它必须要自己来表达 它必须要自己来表达 所以它应该是什么 一种普选 应该是普选制 而不应该是一种代议制 不应该代议制 除此以外呢 他应该有出版自由 有结社自由 有集会的这样一个权利 有集会的权利 他说只有通过这样一些 这样一个公共的健康的 这样一个机构 他才能什么 群众才能有一个表达意愿的场所 如果你没有 他认为你如果没有这样一个 公共健康的公共机构的话 他说那你民主 你说这个社会主义民主 群众表达意志 群众的参与 都是一句空话 你用什么东西去表达 用什么东西来实现 你在这个国家管理当中的 这样一个意志 他说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认为了 在这个对于 社会主义民主来说 这两个要素 就是说一个是 人民群众的参与 一个是健康的公共生活 它是相互作用和相互支持的 他说人民群众的 这个政治参与呢 他一方面呢 他必须要这个健康的公共机构来保证 要公共机构来保证 他说如果要是没有健康的公共机构来保证 人民群众的参与就是一句空话 就是一句空话 这是一个 他说另外一个方面呢 你这个人民群众的参与啊 又是公共机构健康的保证 为什么说是公共机构健康的保证呢 他说如果公共机构里面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 那么就是几达官僚 就是一达官僚啊 在那儿主持的话 这个公共领域是不可能健康的 他怎么可能是健康的呢 所以他讲了一个 他说这个东西啊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 他说这个公共机构就会成为一个什么 你比方说我这个公共机构 有这个立宪会议 有选举权 有出版自由 有结社 有集会 那么最后 有几个官僚来主导的时候 他就会什么 就是让所有下面参加的人啊 都是一些赞成你观点的人 拥护你的人 然后你在上面做报告 然后下面在一群拥护你的人 在下面鼓掌 而把这个和你观点相反的人 全部排斥到这个公共领域之外 他说这个不是民主 他说这是漏句 他说真正的民主呢 是持不同政见之间的这样一个争论 所以这个话呢 后来成为了一个 20世纪民主观念的一个名言 表达这个民主理念的这样一个名言 什么叫这个民主啊 真正的这样一个民主 所以他就强调了这样一个 保证公共机构 所以你公共机构是健康的 你必须包括有持不同政见的人 在这个里面 来这个互相发生争论 他们才能共同的这样一个探讨问题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正是因为这两点 所以他对这个俄国 这个05年的革命 以及这个布尔斯维克的这样一个 民主做法呢 采取了一种批评的态度啊 当时他正在这个监狱里面 然后他就采取了一个批评态度 他说这个怎么这个 苏外一建立以后 第一个事情就把杜马给封掉了 就是这个议会的场所嘛 然后他说以这个人民群众没有觉悟啊 他们不知道怎么运用自己的政权为由 然后就是党了 独立地占领了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公共机构啊 他说这一点呢是不对的 他说你不能够以这个人民群众没有觉悟 而把他们 把他们的这样一个参与的 这样一个公共机构 有可能的这样一个机构都把他关闭了 关闭了 后来的这个 因为这个他后来出狱以后 出狱以后呢 他看到了这个俄国啊 这个苏外建立政权初期的这样一个 复杂性和残户性 为什么这个苏外建立政权的时候 他那个政权因为他是在这个 帝国主义这个包围之中的这样一个政权机构 所以在这个政权机构当中呢 他非常这个政权非常非常的脆弱 非常非常的脆弱 如果他 而且呢还包括这个没有经济环 没有这个富裕的经济 人们没有吃的 然后这个政权也很脆弱 就是说整个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人们在饥饿当中 然后还受到这样一个战争的摧残 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无产阶级要维持自己的这个政权的时候 就采取了一种这种非常强 强这个以这个权力 这个革命的方式啊 来支持的这样一个政权 后来他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呢 他就觉得自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就是说在这个暂时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来提出要求这样一个民主权力的话 就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 观点呢可以说是 有点呢就是说是 就是说是不合时宜的 就是说和这个环境上呢 就是他认为啊 这个苏外的这样一个政权 采取了这样一个手段呢 他认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就是为了维持一个新生的政权 然后让这个政权给人民群众带来一种利益的话 他说他必须要采取这样一个以革命的方式来维持 他说这样一个在这样一个阶段呢 他认为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认为他说如果要是除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以外 除了特殊的环境以外 就是说在和平的环境当中 那么呢他说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民族呢 应该是他所采取的这样的 那么这一个他这一个观点啊 这样一个检讨 一个就是说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啊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样一个气魄啊 就是觉得自己的认识有误差的时候 他会这个来重新反视自己的这样一个观点 会对自己观点做出这个检讨 所以列宁说后来这个卢森堡呢 这个出狱以后呢 有部分的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为什么说是部分呢 就是说他承认了就是说在这个 说外这个特别残酷的这样一个条件下呢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他又强调了就是说 这个在和平的时期啊 在这个正常的环境下呢 还是应该按他这样一个做法去做 一个是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了 他能够这个反视自己的这样一个观点 另外一个方面呢 他也给我们提示了一个思考 提示了一个思考 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啊 无产阶级革命 他在要实现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 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啊 这个路径上啊 实际上是要经过思考的 思考的 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民主 它是如何可能的 如何可能的 卢森堡呢 就是说想在这个非常时期 就是在战时时期 想实现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两个 构成要素啊 它是很困难的 可以说是不现实的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如果在正常的和平环境下 那么也就是说你在这个 这个社会主义这个政权已经巩固 你的这个物质财富已经相当丰富的时候 那么你这个时候 你应该采取什么方式 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个有一个什么 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这样一个矛盾关系问题 当我用 我为了取得这个无产阶级的这样一个政权 为了这个去建设社会主义 我可以说我用任何的手段 用或者改良的手段 或者说是这个革命的手段 你用哪一种手段 它对革命的目的实现实际上是有影响的 有影响的 这个影响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我用这个目的 我用这个革命的手段 来这个实现了这个政权的这样一个变化 来这个提出了这个无产阶级这样一个革命的 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了你这个 而且通过无产阶级革命 革命的方式 革命的手段 来支持了你这样一个社会 由这个一个很贫穷 一个很脆弱的政权 走向一个强大政权的时候 那么就成了一个 我怎么样最后能够把这个革命的手段 改成为改良的方式 如果你过渡不到这种改良的方式 你的这个民主制度 怎么去实现它 你的正常的公共机构 怎么去建立起来 所以实际上还有一个 由革命的方式转移为改良的方式 这样一个过渡的环节 它的系的操作是如何可能的 卢沙卢森堡 他因为是一个西方人 他处在一个西欧的这样一个社会 我们说了西欧它有长期的这种民主的传统 民主的传统 它是在这个资本主义这个传统里面过渡起来的 就是为什么这个百欧 它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 来这个建立这个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 而你在东方国家都是不同的 东方国家是不同的 那么聂宁在这个时期 它强调了这个革命的环境 因为聂宁也是在苏外很短的时间 就是早期他已经就去世了 实际上1918年 他仅仅在24年 他是23年 23年后来就瘫痪了 后来就死雨了 虽然他是元月24号 24年的年初去世的 实际上他23年就已经死雨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就是在苏外很短的时间 他做过一些探讨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也是如何建立这样一个健康的公共环境 这个党内民主的问题 他也做过一个很多的这样一个思考 但是他是缺乏认证的 也做过一个思考 那么这就提出来一个问题 你怎么从一个革命的 因为他发现什么 苏外建立半年以后 马上就腐化起来了 就是你用这个革命的方式来管理的时候 使这个政权 就是迅速的这个腐化 那你要用民主去革服他的时候 你怎么从一个革命的手段 过渡到这样一个民主的 这样一个健康的公共机构 建立的这样一个问题 这实际上是社会主义 特别是这个东方社会主义 这个东方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发展当中 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说是什么 卢森堡在他的这个 对社会主义改良和社会主义民主当中 我们不能说 他说的都是 都是这个每一句话都是对的 我们把他教条化 他自己也检讨自己 但是我们从他的这样一个分析当中 对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的理解 和这个对俄国的这样一个批评当中 我们是不是要思考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 能不能要反思这个罗沙罗森堡的 这个社会主义民主观点 他就说如果要是没有这样一个 社会主义民主 你和他的云动贝利的话 那么你是有备于社会主义的 那么你这个社会主义也是不能够存在的 也是不能存在的 所以没有这样一个民主 那么这样一个人家 就是说能不能想到了他这样一个预言 来预言他的时候 那么是不是要想到他所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 提出了值得我们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 值得思考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罗沙罗森堡的这样一个思想研究当中 我们不可能就是说一点一点的去讲 但是大家可以把他的这样一些 相关的一些著作 可以去读一读 引起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这样一个思考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纳克劳摩菲 他们在讲这个探讨当代这个民主政治问题的时候 你要回说他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 就是说你的这种民主政治 它是如何可能的 它是如何可能的 它是怎么由一个旧的这样一个制度 转向新的这样一个制度过渡的环节 它是怎么产生的 它怎么产生的 我想这一点可能是罗沙罗森堡 给我们这个研究他的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思想 研究他的这个政治哲学 一个最富有启发性的这样一个方面 最富有启发性的方面 谢谢大家